今個財政年度有龐大的盈餘 預算案推出不少排檔的措施 政府將推出一系列的支援措施 幫助受佔領行動影響的行業 又會成立未來基金作為長遠儲蓄投資策略 今天是2月25日 歡迎收看廣播新聞網2015年財政預算案特備節目 我是王麗儀 我是鄭浩敬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任內第8份財政預算案 財政盈餘及儲備今年都有上升 正兒今年有甚麼焦點 今年的主題是擴大優勢多元發展 盈餘是去年預測的7倍 一次性紓困措施就有加碼 還特別為受佔領行動影響的行業 提供短期支援措施 我們先來看看整體經濟數據 今個財政年度有638億的盈餘 比起原本的預算91億多了7倍以上 財爺估計下年度的綜合盈餘會有368億 而財政儲備方面 今年是達到8563億 而去年是8195億多了三百多億 至於收入來源和往年是一樣 利得稅是最大的部分 稅收是超過1300億 而今年的買地收入就有700億 比起去年是少了141億 佔總收入的比例明顯下降 收入升了 而開支就下跌 今個年度 總開支就是4408億 同上個年度相比 雖然總開支下跌了 但經常開支就升了6% 開支的分佈方面 教育是佔了最多接近800億 之後就是基建、衛生和社會福利 比較兩個年度的收支 我們是見到政府預計的收入會減少 但開支會增加 今年經濟預期仍然不樂觀 過去10年平均增長是4.5% 而今年預測的本地生產總值 即是GDP的增長就是1%至3% 基本通脹率是3% 而整體通脹率是3.5% 才爺在去年的預算案裏面推出多項派堂措施 今年都是繼續有堂派的 免差項維持兩季 金額是由1,500元上調到2,500元 另外都會寬免75%的身縫稅 個人入息貨稅和利得稅上限2萬元 子女免稅額加到10萬元 政府亦都會向領取縱援、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人士發放額外津貼 另外公屋亦都是繼續享有1個月的免租 1個月的免租 以上的開支是佔了340億左右 剛才有提到預算案的一大焦點 就是向受佔領行動影響的行業提供短期支援 首先是豁免半年牌照費 受惠的包括有2,000間酒店和旅館 1,800間旅行社 還有2萬6,000多間食肆 小販和大排檔等等 受惠的還有運輸業 的士、巴士、小巴、貨車、拖車和特別車輛 都可以獲豁免1年內一次 因為逐排所需要的驗車費 接下來看看圍繞主題的兩大類型措施 擴大優勢方面 中央提出一帶一路 即是絲綢之路經濟大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香港政府會和內地各省市加強商貿往來 未來一年會增建旅遊設施 提升工商及專業服務 另外亦會加強 強化金融中心包括發行100億元 俗稱IBON的通脹掛勾債券 和鞏固物流業的樞紐 而多元發展方面 分別就是會鼓勵首次創業 推動社會企業和發展創意產業 例如電影和時裝設計 土地房屋供應方面 政府會推出29幅住宅用地 興建16000個單位 另外會推出4幅商業用地 成立房屋儲備金 和協助居屋業主保地價 增加居屋流轉 財爺又說會設立未來基金 金額是2200億左右 他會要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和金管局總裁 商討具體管理和投資機制 期望可以在今年落實相關儲蓄計劃 預算案重點簡介 先到這裏 交給鄭浩敬 多個團體和政黨 在財政預算案發表前 到立法會外面請願 希望政府解決基層住屋問題 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周俊怡報道 大約30個關注基層住屋權益的市民 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宣讀財政預算案之前 上演街投劇 抗議租金寬免措施 分化市民 你什麼是戶? 戶戶有市 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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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團體不滿政府 在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上 一拖再拖 我們會要求立法會議員 去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第二 我們會要求政府 都履行或者去跟進 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教授的 退休保障研究 是就制定全民退休保障 具體有一個時間表用路線圖 他們又批評政府 成立未來基金是假承諾 要求財政預算案 以專款專項的形式 撥500億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有政黨就要求政府要善用盈餘 除了推出一次性紓困措施 幫保市民 亦都應該在教育和醫療上 有長遠的政策規劃 廣播新聞網記者周俊義輔導 法文議員批評預算案 沒有照顧基層需要 表明會拉布 行政會議召集人能換光 就呼籲他們想清楚 麥朗謙報道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講到全民退保的時候 社民連梁國雄想把道具 扔向曾俊華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立即離開會議廳 之後人民力量陳志全 亦都加入一起喊口號 最後兩個人都被主席曾俊成趕離場 正正給了才爺一個飲水位 梁國雄批評預算案 不肯落實全民退保 亦都照顧不到基層 但對於全民退休的保障 這個問題上 他繼續跟梁國雄一樣 是用拖自決 而且我們也聽到其他的 弱勢社群 譬如傷殘 或者是精神有病的人 政府對他們的照顧非常之少 也沒有一個計劃 就是今次這份 繼續都是財政騙案 所謂紓困措施 包括免稅 包括退差響 不是還富於民 不是給最需要的人士 是還富於富 他們說會在立法會審議 預算案期間繼續拉布 但行會召集人林悟光 就不認同他們的說法 預算案應該是可以用 街大歡喜四個字去形容 就是由基層的市民到中產階級 由中小企到一般的企業 都可以在今次的聯盟之中 得著的 林悟光認為預算案值得支持和歡迎 希望想拉布的議員要想清楚 不要與民為敵 網報新聞網記者麥朗謙報導 今個財政年度有龐大的盈餘 針對中產的需要 預算案提出不少退稅的優惠 我們的記者潘其慧現在就在大埔一個中產的家庭 潘其慧中產人士對今年財政預算案派堂的政策 又滿不滿意 是的 我們現在就在胡先生家裡 胡先生你好 對於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 你滿不滿意呢 我已經滿意 看回這個財政年度 其實都有不少的舒緩措施 胡先生 你覺得這些舒緩措施其實足不足夠呢 今年來講 那幾樣的措施的金額大了 尤其是退回新封稅2萬元那裡 都真的很明顯減輕到我們的稅務的負擔 所以我們都很滿意的了 嗯嗯嗯 其中一項的舒緩措施就是提升這個子女免稅額 其實不同的中產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先 主算案經常被批評對中產關注不夠 今年才爺就加碼派堂 將子女免稅額 由去年的7萬元增加到10萬元 有個女的中學教師胡先生就說滿意 認為可以減輕她的負擔 比我想像中免稅額是加得多些的 一加加了3萬元 好過沒有 一次性的退稅就最幫到 譬如我們兩夫婦才算 每人退兩晚 忽然間就可以加少4萬元稅了 這個都挺厲害的 同樣是教師的梁先生就沒有子女 但就要照顧長期看醫生的媽媽 她期望預算案會提高公養父母 或者祖父母的免稅額 但現在願望落空 你父母個個都有 但是你子女不是個個有 差響是免了 但是地租那些其實一直都是沒有免稅 因為我其實住村屋 而地租其實同差響的性質 都有雷同的地方 為什麼不寬免少少 或者寬免了地租呢 雖然派堂幅度比去年大 但有學者認為 月算案只是著眼於一次性的紓困措施 對中產的長遠幫助不夠 香港政府或者我們的財猶 其實都是很短暫 它會預留一些事情 將來長遠地做 其實我們香港市民經常爭取什麼呢 爭取醫療 爭取退休 爭取住屋的問題 都要解決 這幾方面如果你不是長遠地去解決 很難令他們安居樂業 陳左右說 政府今年有巨額盈餘 他建議撥出一部分 用作重新規劃房屋政策 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措施 今年曾俊華沒有就民生項目 例如水電費作出補貼 胡先生你有什麼看法呢 這些補貼反而對我們來說不重要 過往電費的補貼是每個月300元 其實對我們的幫助並不明顯 明白 我們現場的情況先看到這裏 先交給鄭豪警 好 麻煩 新一份預算案建議 是向領取縱援的人士發放額外津貼 相當於兩個月的標準金額 即是出三糧 是多年來的第一次 但有縱援人士認為幫助不大 上年到的財政預算案 只是向領取縱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 和雙殘津貼的人發放多一個月的額外津貼 今年就加碼到兩個月 即是三糧 總共是涉及55億元 62歲的嬰婆婆現在沒有工作 只是靠每個月三千多元的縱援衛生 出三糧之後 她可以額外獲得六千多元 但她認為幫助不大 到了六千兩元 打算留下一些磊 真的有應急看醫生 都不是幫到甚麼 你現在暫時給幾千元 是好 不是說不好 但幫不到長遠 英婆婆說 雖然六千多元的額外津貼 對她的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她可以在買菜的時候 有更多的選擇 不需要太著緊價錢 今次是政府第一次出三糧 不過有關注低收入人士的團體 認為不足夠 希望政府可以全面檢討縱援制度 我覺得更加重要 政府沒有必要去做 其實要正視整個制度 或整個系統的問題 而不是每次透過一些派堂 或一些零散措施去做一些功夫 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就說 政府發放短期的派堂措施 是因為經常低估盈 因為財爺次市財政預算 都估計收益是不理想的 次都是狼來了 收益少甚至赤字出現 但最終結果是幾百億的盈餘 你到盲美的時候 有這麼多錢剩下來 你不知道怎麼做 你就是怎樣 唯一回應社會的訴求 派錢都掩著你把嘴 但是不是好事呢 是絕對不好事 他建議政府要謹慎規劃預算 令社會在醫療、退休保障 各各方面可以長遠發展 除了縱門戶之外 防委會和防協單位的低收入住戶 也都會有一個月免租 有立法會議員就說 政府應該檢討現行的租金機制 二米每次都排堂 朱婷婷報導 黃太一家五口住在葵聰村的公屋單位 全家只是靠她丈夫每個月萬多元的收入維持支出 面對每年加租 她說一個月的免租並不足夠 她認為公屋的租金應該結合通脹 和家庭結構等因素去定立 而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就說 免租一個月未必對基層的公屋居民 有實質的幫助 你給一個月租金她 免租一個月 你不如在未來的十二個月裡 收小她每個月百分之八 對她來說還可以有預算 政府沒有收小到也沒有給多了 但是在居民的角度來看 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穩定的資助 她有建議政府應該議定一個長遠的計劃 去調整公屋租金機制 而不是只推出一些短期的紓困措施 廣播新聞網記者朱婷婷報導 預算案預留2億9千萬 幫助受接領行動影響的行業 推出一系列的支援措施和推廣工作 包括減免牌照費和部分政府收費 有受惠的行業表示幫助不大 陳智欣報導 佔領行動持續八十幾日 曾俊華一開始就這樣說 長達79天的非法佔領行動 對香港各個環節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社會出現的嚴重撕裂 不僅影響香港的形象 同時令人擔心社會矛盾 將會變本加厲 如果我們任由爭拗持續下去 香港的發展勢必陷入泥沼 長期的政治爭拗不僅阻礙政府施政 更加損害香港穩定、守法、高效的國際形象 甚至削弱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造成難以彌補的內傷 預算案推出一次性疏困措施 協助旅遊、酒店、飲食、零售和運輸五個行業 包括豁免1,800間旅行社 2,000間酒店和旅館半年的牌照費用 豁免全港共2萬6,000間食市 小販和持售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商戶半年的牌照費用 另外豁免的士、小巴、巴士等車輛 一年內一次因續牌所需的驗車費用 有行業表示歡迎 歡迎 歡迎 那你覺得足不足夠呢? 那你願意給你一次驗車? 都可以 都可以 亦有人不滿措施 半年關我們什麼事? 你們小巴 我們駕駛司機而已 只有車主的問題而已 他不會給我的 你都叫政府直接給錢我們 對 售佔你的地方不是那麼多 你應該是保存給我們 而不是保存香港 根據旅法局數字 佔令行動發生後 上年11月的整體訪港旅客 不單只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約15% 不過海外旅客和長途訪港旅客 就比前面同期下降 在第四季度我拿到數字回來 海外旅客跌了5% 即是說我們希望多些海外旅客 實際上是 佔運動是使得他們卻傲 既然你政府今年有這麼多盈餘 應該是在那個表面方面 做夠一年就最好了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質疑政府背後 有政治動機 打壓佔領人士 梁振英做事當然是有政治目的 他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在做政治鬥爭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梁振英的動機不良 而令到有一些受影響的商戶 他是有影響了 證實得到了 你都不是幫他的 為了建立香港國際形象 政府會額外撥款8千萬 給旅法局推廣活動 又會撥2千6百萬給新聞署 推行新一輪香港品牌宣傳計劃 廣播新聞網記者陳子欣報導 曾俊華期望今年內承難未來基金 作為長遠儲蓄投資策略 以應付未來可能 因為人口老化帶來的結構性財赤 林希瑤報導 曾俊華在預算案宣布 同意增設未來基金 並已經要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和金管局總裁 商定具體的管理和投資機制 期望在今年落實相關的儲蓄計劃 有議員支持政府設立基金 累積盈餘 但有團體質疑 未來基金主要用來做基建發展 無助解決日後可能出現的民生問題 有這樣的巨型基建實際上是無底深淡 但亦都不見得對於香港市民的生活 可以有些很明顯的改善 它可能會有理某一部分的商業發展 但就不是最大多數市民的利益 長遠財政工作小組去年年底 建議將財政儲備入面的土地基金 的2200億結餘設立未來基金 並且每年加入部分盈餘 預期十年之後可以增加至5100億 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大約15% 廣播新聞網記者林希耀報導 政府提出投放5億元給時裝設計 和埋成衣業 有設計師擔心申請資助困難 亦都有學者認為措施有助擴闊 本地設計師的視野 馬澄澄報導 David和Kiwi是理大紡織及製衣學系 三年級學生 去年年初自創時裝品牌 他們擔心措施只有規模較大的品牌 才可以受惠 我最擔心是他們在申請方面有很多限制 例如你要先成立自己公司 或者要有本身自己有些資金 才會繼續支持你做這件事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打算投放5億 在時裝設計和成衣業 在未來三年推行一系列措施 包括推廣時裝活動 推行培育計劃 海外實習和進修 以及資助業界參與國際比賽和展覽等等 有學生認為措施有助推廣本地時裝品牌 將來是會受惠的 對於我來說 因為可能遲些 可能會想發展個人的事業 可能是個人品牌 可能這些都會有一些計劃 讓你們去支持你 去做自己的事 不過有學生對措施的期望不大 如果我推廣這個時裝業 會不會像西國文化區一樣 一路各自下去 我對這個措施的期望 這個不是很大期望 有學者說 這一系列措施 由時裝設計師到海外擴闊視野 發展事業 當然這個計劃是相當好 始終你看多一點 就好過你在書本看 因為我們要保持一個新的設計師 不是一枝一枝的 要給機會出去廠 她建議政府增加展覽場地 令學生和年輕設計師 都有更多機會展示他們的作品 廣播新聞網記者 馬澄澄報導 政府計劃興建1萬9千個單位 有研究推出新的貸款計劃 借錢給居屋業主保地價 給他們可以將單位自由出租或者轉售 但有地產界人士認為措施不吸引 周海賢報導 政府本年度會推出29幅住宅用地 可以興建1萬6千個單位 加上鐵路物業發展、市區重建、私人發展項目等其他土地來源 合共可以興建1萬9千個單位 政府也會推出4幅商業用地和1幅酒店用地 另外政府去年撥款270億成立的房屋儲備金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 會在適當時考慮再住資配合10年建屋計劃 為了加強資助房屋流轉 曾俊華說 按揭證券公司將會研究推出補價貸款擔保計劃 借錢給業主保地價 讓業主可以在市場自由出租或者出售單位 有地產界人士認為 有關計劃對於買賣盤影響不大 但可以緩和租盤價格升幅 現在政府提供貸款幫你保地價 而且各個額和盤都不用還 到你真的賣樓才要還 所以對租盤會多了一部份 對租金升幅某程度有幫助舒緩 但至於買賣盤方面 不會因為這個政策令多了買賣盤放出來 因為現在賣盤來說 你到時的保地價也賣到那個不款行 是會蓋不及保地價 令到可以順利成交 布笑明又補充 大部分居屋業主都是打算自用 預計他們整體對這個計劃的興趣不大 曾俊華又說 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的發展 在適當的時候 政府會毫不猶豫推出措施 穩定樓市的發展 廣播新聞網記者周海燕報導 財政預算案計劃在全港 推行公私營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 舒緩公共醫療壓力 不過有私家醫生代表認為 計劃吸引力不大 林若宇報導 預算案建議設立基金等醫管局 在全港18區推行 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長期病患者 例如是高血壓的病人 可以用相等於公立醫院 普通科門診費用 使用私家醫生門診服務 太多人的時候 你排到又久 如果你收費不貴 不是貴 普通低下層的市民 幫助很大 我覺得要打針病人 去私家看就不怕算 因為醫藥費都挺貴 因為始終私家貴很多 醫管局去年已經在 觀塘、屯門和黃大仙 試行這個協作計劃 香港醫學會會長 事態組認同計劃方向 但是他認為 只有78名私家醫生參加 反映計劃吸引力不大 當你用的工作量是多了 時間是多 他給資助也很有限 而有的資助 譬如是 只資助糖尿和血壓膏 而沒有病人來到醫生 有其他問題要看 這裡就沒有資助 醫生有事 就變成誘因少了 計劃未能減輕現時急症室服務 負荷過重的問題 不穩定的病人 就不適合這類計劃 因為他們可能需要那些服務 可能要醫院或者甚至急症室 才可以提供得到 它純粹是減少了普通方門診 讓它減少了那個壓力 需要看病人 所以也影響不到急症這一番 另外政府表示 為了應付長遠醫療需求 將會在公立醫院增加2,800張病床 以及向非牟利團體提供貸款 興建私家醫院 廣播新聞網記者林若瑜報導 財政司司長說 政府在財政運用上要應洗則洗 我們請了兩個經濟學家 跟我們討論一下 今次預算是否用得其所 交給張淑嫻跟他們談談 今早前財政司司長曾進華 就公佈了最新的一份財政預算案 我們今日請兩位嘉賓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對財政預算案怎樣看 在我左邊的是 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楊偉文 而在我右邊的是 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 兼可持續發展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李耳文 多謝兩位接受訪問 財政司司長曾進華說 今年很希望應洗則洗 你們覺得他能否貫徹到這個原則 如果對我來說 他這份財政預算案比前兩年 我覺得在派堂或洗錢方面 我覺得會好做 因為比較集中一些 在生活上有需要的人 例如在退稅至二萬元 或者增加子女免稅額 這些都能夠針對中產的需要 始終這都是一次過的派堂計劃 不適宜被人感覺 總之凝月了就亂派出去 所以在這方面的派堂 某程度都合格 應洗則洗的情況 李博士 但是某程度上來說 如果在中產的角度來說 可能有幾個方面要想一想 就是說如果是你給了公屋 有一個免租的時候 或者會否考慮在中產上來說 租金或者現在有一堆 我們所說的窮中產 其實每一個月都給了很大筆的錢 在住屋方面的公樓方面 在這方面來說 他似乎沒有一個很會想到這方面的東西 但是在另外一些來說 例如說包括青年創業那件事 其實我們 以我們所知 其實你創業有很多時候 十歸其九 其實你可能要不斷去嘗試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 你有這麼大的營餘來說 可能在某程度上可以給一些機會 給一些年輕人去嘗試去實習 即是給一些錢給這一班年輕人去試 當然就是說可能他們會失敗 但是也會見到某些產業 例如說在一些Mobile App 或者在一些電腦方面 其實在年輕人的那個 在這方面來說 是一個觸覺比較敏銳 而在外國來說 大部分成功創業的都是這一批 可能在洗錢方面 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說給哪一方面的錢 可以培訓到這一堆的年輕人 給他們一個機會 在裡頭 大家都關心青年的發展之外 其實你覺得政府最應該幫助的是哪一班人 如果要幫助的是什麼 我就不如把錢放進全民的醫療檢查 譬如大腸檢查 或者一些我們城市的高危檢查 讓一些平時不做身體檢查人 透過這個檢查 讓全香港人有一個基本上的身體檢查的資料 讓特區政府都掌握了 大致上我們現在患大腸癌 患有多少時候 對於未來的醫療上的開支插 那裡還有幫助 亦都可以提早 人口腦法底下 提早多些人去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想對於將來的醫療開支都會有幫助 最後總結一下 不知道兩位教授覺得 對於今次財政預算案 你們會給多少分 如果10分是滿分的話 我會給7分 我覺得可以的 在這麼多困難底下 其實它比較已經兼顧到各方面 還有始終有社企 青年創業、時裝、物流、醫院 它都盡量有兼顧到 當然放了下去 是否做得到 還要看立法會的曹操會會批出來 如果唯一要做的 可能要加快 例如機場第三條跑道 或者東九西九的發展 這些真是所謂大型的基建 我想盡快早去 可能會對香港更好 這個我覺得 不只是財政預算的問題 是整個立法會 在民生政策上的問題 楊教授就給7分 李教授又怎樣看 我會給他7.5分 但是我自己這樣想 例如你說高屋的居民 他又有免租 他在想 為何其實你在中参 或者我租屋 其實都可以有相應的措施 給他們這麼多錢 或者是公樓方面 想這方面的事情 他好像沒有想到這方面的事情 一個新的想法 這方面的事情 又可不可以這樣做 類似的事情 今天就和兩位談到這麼多 謝謝 謝謝 特首在施政報告說 要對大學生和青年人 是其是 非其非 但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就肯定青少年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 但是認為應該要透過對話解決分歧 有心理學家曾經說過 對於飢餓的人 有食物的地方就是烏托邦 自由、愛、尊重等等 不可以果福的食物 對他們都是毫無價值的 經過百多年的發展 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在這身世界前列 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 在物質生活以外 更加渴望心中富有 這個是社會成熟的表現 對於這種轉變 我們是需要回應 但是大家必須要明白 要解決社會上不同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對話 而不是需要對立 被指同特首對青年的態度有不同 曾俊華說 他們的成長背景不一樣 但是會互相尊重 我們很尊重特首的觀點 我相信他是有責任 他亦都是有他的自由 是表達一些他認為重要的事情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要尊重 我亦都說了很多 是關於現在在我們社會裏面 我覺得大家是需要多些尊重 我要尊重你的意見 我希望你都尊重我的意見 今集新聞報導員 再會